嗅闻任何物质的气味 应在容器口上方挥动手掌 将少许蒸汽扇至鼻孔嗅枝 不可将鼻孔正对容器口吸气 预调整玻璃管和橡皮塞 谦合位置 应先用水或凡事鳞润滑结合处 手抓握处以布包裹 然后缓缓旋转 以免玻璃管断裂伤手 若酒精灯内的酒精含量少于三分之一 应利用漏斗添加酒精 但不可超过三分之二 添加完毕 用干布擦拭平身 应以打火机或火柴点燃酒精灯 不可用酒精灯互相引燃 预洗涅酒精灯 用灯罩盖住火焰即可 不可用嘴吹吸气 两桶不可直接加热或配置容易 仅能作为测量体积之用 手指轻压滴管的头部 即可使管内液体滴出 并留意不可倒持滴管 加热时应使用试管夹 夹住锯管口三分之一处 并将试管稍微倾斜 以增加受热面积 同时留意试管口不可朝向人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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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